好 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三个环节 异想天开了 我们期待着每一个队推选出来的这位选手 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充分地展示属于年轻人的梦想 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刘一哥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 它也引出了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主要话题 就是消灭地震 那首先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如何从根源解决地震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地震是如何产生的 我请大家和我一同想象手中有一块巧克力 大地就如同这块巧克力 我的双手就如同地壳内部活动产生的巨大作用力一样 当我用力一掰 这块巧克力便会断掉 地震也是如此 当大地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力的时候 便会瞬间断裂 释放巨大能量而引发地震 那么如果要消灭地震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让地壳这块巨型巧克力融化 岩石融化需要至少1300摄氏度的高温 我们如何去解决如此大的高温能量问题呢 现在我请大家把我想象成那块岩石 所有的聚光灯都对着我一个人 我自然会觉得很热 假如我是那块岩石 并且聚光灯现在达到的高温是目前的数百倍 那么自然我大概就已经变成岩浆了 所以消灭地震就是让岩石像岩浆一样融化 那么我在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就是 我们的能量并不是集中在地表 而是集中在地下深处 可能有人在这里会有疑问 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这很简单 大家都一定用过微波炉 我们总是将食物带着包装放进微波炉里 可是我们拿出来是包装尝试凉的 但食物已经热了 地震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一起发射能量 聚集在这一点 然后穿过地表 加热深深的地球内部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人类不断的发展 我希望所有人都加入到消灭地震的行列之中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了解 并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常识 施工者用良心盖起一幢幢高楼 科学家不断创新探索突破 这样消灭地震就不仅仅只是我今天在这里的一场演讲 而是成为现实 谢谢大家